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新桑的神咒 又是我和杰斯的时间,杰斯你好 喂,桑普你好,大家好,又来到新一个礼拜了 很不容易这个星期,因为大家都被23条纏绕着 那我想都已成事实了,我们这个节目出街的时候 应该就第二天如无意外,那就会罕宪 香港就变成一个23条纏绕着 就是这个叫什么?Auspicious Day 何必要讲Auspicious Day,要学英文 中国人怎么讲英文,我真的不知道 很容易头的一天,就是23实施,委员你记得 何君尧就是屁虫而已,不足,就是不值一提 他最初的时候,他说4月15号才是很容易头 国家安全日,那后来现在他的主旨说23号是吉日 看过通讯,那就23号咯,也不说这些东西 他这帮人哪有独立思考的 然后你知道搞了整堆白花在观唐海旁 一枝枝占插入身,以为大家搞永久维园 莫名其妙,是不是悼念梁建徽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觉得很伤心 还有白花送殯,就是喪屎才会摆白花 就是我们今时今日去到现在香港这个情况 那这一节我们可以讲讲23条 究竟对于香港有什么影响呢? 那我自己看回这个23条的立法 是对香港影响很大的 那很多人说国安法的升级版 我和杰斯在加拿大的时候都做过节目 讲什么23条的了? 最后那个条例草案出来之后就越加越多 这帮议员其实不是审议的,是将来的 7日44日中181个条文加40个修正案 那些所谓40个修正案全部是加码的 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修正案是减的 就是这个89比0的状态之下 大家都不需要任何的眷廉 这一年3月19号下午6点53分89比0 那这一种他们讲的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以前没有讲过的了 任何人都要尊重和执行特区国安委的决定 就是包括法官,包括所有的警察 就是换言之法官不用审的了 审到一半,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做个决定,就是人大释法 就是释法这样的概念 释法这样的概念 你这个是,他就有罪 他就是国家秘密 这个就是间谍,那你就要服从这个决定 第二样东西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影子组织 就是今天你没有了这个支联会 就是我举例而已 那你在外面搞一个支联会 就是大家知道海外有很多不同的支联会的组织 影子组织,那这些就不对了 这些全部取体这些组织 另外最努力的是什么呢? 你说23条这些法例是没有意思的,为什么呢? 行政长官可以下达任何行政指令 颁布任何的附属法例 去做一些23条没有讲的东西 譬如他觉得,嗯,这个桑普呢 这个呢,就要觉得他呢 可以说呢,国家安全之外呢 做了一大堆的问题的 那于是乎呢,拉他,锁他,禁锢他 甚至叫人家呢,他落閘放狗 江湖追杀,江湖奸杀又可以 喂,这些行政指令呢 完全可以23条以外的东西去做的 所以他就等于说什么呢? 我要对付这个媒体,明报 写A3版,说完那些东西又错了 禁这张报纸,行,全部搞定 另外就是说呢,任何人,警察 可以对于任何人 无证据,无预告,无首领 就是法庭的首领,入屋搜查 随时禁止你锁鱼蛋 然后说,你以后不准做 为什么?国家安全,锁鱼蛋都国家安全 是,鱼蛋代表鱼蛋革命 刺激起,想到鱼蛋革命 不准你再锁鱼蛋 哎,什么都可以的 现在不需要有任何的东西了 你想想去到香港这样的时间 有什么可以做到 上次我们讲过那些什么告解那些 固然是的,就是你神父听到 哎,就是立即要举报 你不准走,我举报你 应该这么说,对吧? 这个叫做引力叛国,知情不保 那关键就是现在天主教会 就是周秀仁怎么批评他都好 他都紧收着这个底线 就是说这个保密的原则 是告解的重要的原则 如果你告解都不保密的话 那整个宗教的必要性是整个崩溃的 整个崩溃的 那你想一下现在周秀仁都是 主教都是顶住这个岳峰 那我觉得这个是好事的 那杰斯你怎么看最近这些 修正的问题呢?不是啦,你刚才提到 你说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整套东西不是法律来的 那就最终的存息权,任何的存息权 其实都是在香港政府 还是这个依附着中共这个极权的 这个香港政府里面 所以以后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觉得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说其实你去细心去探究 里面所有条文的细节 其实已经是没意思 你看到这几天 整个国家出来的回应 其实都是用得最多的字眼 就是模糊所有的条例很阔 所以最重要一点大家要明白的 就是最终的存息权在他那里 无论是否是善惑 叛国或者是间谍 泄漏国家机密 所有东西其实都是由他去存息 而这个不是我们幻想出来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告诉你 在2021年 在上海 在黄埔的政府部门里面 有一个普通的市民 他走了进去黄埔政府的部门里面 那个饭堂 OK 接着然后他拍了几张照 他就说 哇 什么上海政府的公务员吃那些东西这么便宜 就是已经赚钱这么辛苦 哇 交些税 原来就是要来补贴这些东西吃东西吃得这么便宜 你知道到最后这个人拘捕了 拘捕了他不是用尋印之士 真的你可以翻查 他是用泄漏国家机密 那所以所有人都立即所有上海人都觉得违之一阵 简直是 那都叫做泄漏国家机密 那所以就是你只是看这些就可以看到 那他是因为最终权释权就是在政府那里 那你今天香港就是报这些大陆的城市的后层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大家要明白的一样东西 可能就是跟以前最大的分别就是这样 他就算好了 说他泄漏国家机密 我说他间谍 是不是 香港分分钟说你间谍加泄漏国家机密 分歧执行 是不是 我举个例子 一个台湾人不知道订额 在这个手机里写着 韩国瑜当年入中联版真可惡的 出事了出事了 为什麽呢 因为你说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你是煽动对于中国驻港机构 包括中联版在内的憎恨藐视 那你这件事 如果你说拿个手机 逆到香港 那他当你是这样的 因为你在本地依然看到有这样的东西 你这个犯罪的地方就在香港 于是就逮捕你 不需要预外效力 你台湾人拿着这个东西 一看手机 有这样的东西 三个 你说这个是国家秘密 好像你这样说 七毫子吃过饭 公务员这些东西 拍到这些照片 国家秘密 你说看桑海神州 看到我来说 中国青年西约率是46% 哇 这个是国家秘密 因为这个是真的嘛 国家秘密 五年离开香港的时候 搜到七轮 喂 这些全部是一个荒谬的东西嘛 就算你说什么叫做 勾结境外势力 发布虚假或误导陈述 罔顾国安 这帮契弟议员还好笑 什么叫误导陈述呢 原先有一个定义 什么叫误导性的 missleading的 后来那帮人就觉得太窄了 不如不要定义了 整阔点 任他说了 好 那些人一刷就知道 是不辉 所以这个刷走他 哇 他多开心 就是换言之呢 误导是任他说的 什么叫误导呢 就是譬如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 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误导的 是不是 何君堯真是契弟 误导的 不是讲的慕容 误导性的诚述 罔顾国家安全 就是假新闻立法 这件事不只是媒体 任何公司讲几句话 只要唱稀少少中国 唱稀少少香港 就觉得很担心香港未来 什么业绩那些季报 社会很担心香港未来的状况 十六十六 我不是说 这些东西已经去到一种人人自危的 我觉得这件事对于香港未来 基本上是毁灭性的打击来的 当然你问我 那些人留在香港做什么 我会觉得这样 留在香港很多的人 其实心里面是没什么福度的 我最近跟陈建文教授做节目 他跟我讲的一个点就是说 他就跟李立峰教授 有听过他的演讲 香港中大李立峰教授做了一个调查 就说究竟呢 留下来的香港人就问他们 你们爸爸妈妈就是你们做老老母 那你们会不会和你的子女 讲回2019年真实的故事 比如721、831真实的故事呢 就是这些真实故事 就是当然是讲一些警暴的问题 不是黑暴是警暴的问题 发觉八成的受访者都是说会的 就是那些支持民主自由那些人 八成的受访者都会说会的 是留下来的香港的人 就是证明大家其实心没死到 当何君尧最近几天呢 他出席了一个成千个老师的训练 培训 我想是那些所谓一个大的坑 他就在那里见人家 他坐在上面呢 讲什么国家安全 什么叫23条立法 很多老师就打哭怒啦 看来看去啦 有些人就瞥着他 他就很厉害被人瞥着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呢 被那些老爸啊老板啊 瞥着都啦 就瞥着他 他就很生气 他就出个post 你为什么这些人呢 瞥着我啊 啊 这些这样的事情是不行的 证明我们最狠狠地处理这些教师问题 我看到他的post后呢 其实我觉得呢 其实心中是挺甜的 因为我会发觉 原来香港人呢 那些老师呢 你不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要我教这个 什么国家安全 我就面目目 poker face这样跟你教 程序公义 香港都有的 一国两制香港都有的 大家回去读书啦 我去认识商计堂啦 那就可以了 你要我教就不教啦 但是其他的东西就很有热情 这些东西呢 很没有热情 那些学生感受得到的嘛 大哥 那你怎么去举报它呢 我真的有教的 那这个情况就是呢 就是叫做 这个耶路人类学者 叫做人类学家 叫做James Scott 他说的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一种抗争 就是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简单来说就是 你可以在每一天 每个崗位做多的那么多东西 而那些东西不会使你呢 立即会被人抓的 但是这条线呢 其实没有人掌握得到的 但是你可以呢 尽力做多的那么多东西就行了 我最近看一部戏 那些幸同在监狱呢 我想遲些 咦 你看了啊 你看了啊 是啊 我知道啊 我会在3月30号看啦 我们就 卖了票啦 现在在温哥华呢 就很多的声音出来 就希望加场 那就 就是 我们就 我知道啦 很多noise在台北 看完之后就 是的 因为事实上 很多人去看啦 因为是免费的 很开心就是我们 幸福啊 幸福摩天倫啊 那我们在台湾里 真的是挺幸福的 因为呢 施改会呢 就包了台大一个场 那不免费招待大家看 之后在台北 还有多一场 台中也会多一场 我会放回在Facebook那里 跟大家分享那些具体的时间 那之后也都会在全界信息 我觉得加拿大英国都会有的 那有人问法国有没有 我就印象中没有的 那澳洲会不会有安安 就是要看下去 他们会怎样放 里面引述了一句话 我觉得是很触动的 就是剧透不要紧 这些纪录片 王浩铭 他在维园旁边接受访问 王浩铭说 只要你留在香港 依然撑住 依然撑住这些东西 这个已经给你一个like给你 他说 我给你一个like给你 三五成群之间 都是可以说一些行公义的东西 就是会温存这种记忆 和这个 就是说回政府这些坏东西 彼此之间信任 吴篤灰 本身就是一种抗争来的 就是留在这里很难 阿明是2022年出冊的嘛 他之前 前后我记得坐了三十几个月牢的了 四次 四次 如果跌下去是很长时间的 我自己看就是说他自己这么勇敢 站在维园旁边接受记者的访问 你看他多么 我有两个好弟弟 未必他一定会当我是大哥 一个是王浩铭 一个就是陈奥环 那他两个都是很硬正 好像桑普那样说 那我从来我都没有觉得这两个 我的好弟弟会离开香港 那他们都是选择的 就是在今天很困难的时候 仍然都是继续留守香港 那这个是他们的选择 那我想今天在香港都是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想特别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提醒王浩铭 或者是陈奥环呢 因为他们都可能知道自己被灾被捕的风险 一定会比别人高的 大家来时都要说 我记得王浩铭 王浩铭在我在狱的时候 他来探亲我 他是最熟 他是这么多个里面探亲我的人里面 最熟悉赤柱监狱的环境 他会告诉我哪里 赤柱里面哪里会好些 哪里会好些 哪里的舱会好些 哪里的舱会好些 给了很多生活的提示给我的 因为阿明四次在赤柱是坐牢的 坐了四次 没什么人记得的 那就是我同意桑普说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不可以 就是我想我再要强调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不可以去批评留在这里的香港人 我要再强调一次离开其实是很困难 但是我想在后23条之后的香港 毫无疑问是相当之难生活下去 就是除非你完全沉默 那个政权都是想你沉默 所以就是刚才你给了很多的提示 究竟怎么样去每一天的生活点滴 去做一点点滴之类之类之类 那我想从自己的生活态度开始 那我给大家的忠告其实就是几句说话而已 那大家就dap清楚它 记住它 我有一段时间 我特别在狱的时候 我每一天一起起床 我就会想起这几句说话 就是就是不要跟魔鬼打交道 不要蛮从附和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用你的方法去拒绝活在谎言之中 那你这几样东西大家都会明白 但是不是容易做到 那你我想 就是你看看今天的香港 就是每一天都充斥着这些谎言 但是你会不会走去附和它呢 或者向它低头呢 那这个就要交回给每一个人 就是每一个人承受的能力都是很不同的 是啊 我记得在礼拜一 是318太阳化学运十周年 那在这个立法院的外面都有这个集会的 差不多接过1000人了 800人都参加了 我也有去啦 就是吴若仁教授他支持了什么几句话 我都很记得的 魔王不倒勇者不老 愿荣光归香港台湾 就是我想是这一件事情 它继续会将香港和台湾联系起来 尤其是23条一立法 那大家知道那个控罪元素极度不确定 你不要问它怎么定义 就是问来都无愧的 什么叫国家秘密 它定义了一堆东西出来给你听 它都无疑什么经济社会啊 什么东西都是秘密 就是好像周星馳做的一样 什么叫秘密武器 本身就是一个秘密啊 对不对 什么叫国家秘密 那当然本身就是一个秘密啊 对不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问它有什么意思 什么叫间谍呢 间谍说你是间谍就间谍的啦 你接近的禁地都是这么间谍的 那你如果在尖沙咀 去到这个Saint Mary's那里 隔壁就是军营的 你去到城大 隔壁就是军营的 石岗隔壁就是军营的 那你是不是随时可以被人抓 哇 抓你就抓人了 如果梁美芬就不会抓你 你们桑普就抓你 说你间谍 接近在鄰近的土地 喂 任喊的现在大哥 就是现在无法无天 第二样东西 程序上面很多问题嘛 16日不给咨询一些 一段48小时之内 有黑律师黑名单 不让你找那些律师 是吧 保释可以无限期限制你居住 抓了你 不告你 混你一生在香港 完全没理由的 不需要过观的 不需要上堂的 就是过堂的 接着呢 不准你减刑保释的了 假释的了 就是譬如唐经杰那些 九年减到六年 没有 九年拍到正了 坐满了 这些东西完全是荒谬的嘛 这个目的是什么 要大家心里面装了个小装置 就是说每一句话 说每一句话都要自我審查 这件事就是Vigo和王浩铭 在那个幸彤在监狱里面 我觉得讲的其中最精彩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 就是因为周幸彤没办法拍这部纪录片 他21年已经入了一刹了 但是你看到他们两个人 多么勇敢 留在香港 答应受访问 就已经是顶住了 留下已经是顶住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相当难得的 我会觉得是触碰的 就是我觉得很触碰的 我猜不到以前在这一百 很多很多的一些战友 有很多的一些论判、同伴 我会觉得 有些人就已经不会继续在这个战线上面 有些人依然在战线上面 可能在香港 可能好像我们那样在外地 但我会觉得 依然在这儿 keep on fighting的人 尤其是香港的人 我觉得是相当敬佩 是因为你们本身 是真是勇敢 和正直 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神 小时候读书 那些爸爸妈妈教小孩 做一个诚实勇敢的人 建议勇为 就是阿婆要扶他过马路 你说来就很容易了 扶阿婆过马路很容易 但是问题 你真是去到一些 哇 人家要扼你 要抓你 锁你 你依然坚持 这种这样的精神 不是教出来的 在社会上 跌过很多次磨出来的 而且你要是很有强烈的一个信念 你才可以去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我真是要向阿明 和阿菲哥致敬 一开始大家认识 阿明和大家送个肉粒饭 我记得那些事件 你以为他在那儿玩的 或者一帮毛都没生齊的年轻 但是到今时今日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所以我说到最后 就是谁能够 真是能够坚持自己的事 善恶有判 在这段时间都讲讲 比如外国有什么的说法 在这段时间 我都会看到彭定康 讲过香港的人权法治棺材上的 另一根大钉 钉了下来 在Coffice上的另一根大钉 叩咐了下来 很多人都被寻去定居其他地方 是对那个国家有贡献 所以他很赞扬留英国 去到英国的香港人 其实是相当对英国有贡献的 所以很感谢Chris Patton 也希望其他英国政治人物都类似这样的想法 英国也都在想着有什么新一轮的事情 比如说 卡莫伦就说 这个国安法 国安干预这些字 全部定义非常广泛 就不确定会加强自我审职 所以要谴责 英国去到的位置就是谴责 美国也都类似的 譬如Marco Rubio 他说中共不择手段破坏 学香港的这个自治和民主 国际团结显示很重要的 要争取公义去问责这些官员 说完之后有什么做呢 现在还没去到那个位置 那么你看到这个美国国务院的首席副发言人 就是Vedent Pater 就是这个帕特尔 执平23条立法 他说加快了香港由开放社会 入到封闭的进程 是由一个不是民选的立法会 他说由一个不是民选的立法会 火速通过 条文含糊不清 缺少公共讨论 美国政府会谴责 负责的官员 接着后面那句很重要了 正在研究 对于美国公民和国家的利益 究竟有什么影响 然后会毫不犹豫地发声 根据情况需要 采取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 所以一切都在研究中 这个研究中 也很感谢海外很多的港人团体 在这里将香港人真实的声音 能够将它传扬去海外 譬如HGDC都说 肯定会导致这么多任意的审判 政治逮捕了 即23条之后会导致更多的政治逮捕 这些23条鼓励互相监视 告密文革成风 接着它将这些东西做成一个懒人包 也都希望有建议 可以给到有关的当局参考的 你问我呢 我们看到最浅层的是谴责 这个已经在做了 谴责是没用的 因为谴责来说 你不会够熟到任何东西 但当然有谴责好过没有谴责 谴责之余呢 那问题就是说是否制裁官员 通过89个议员 那接着就执行的23条未来的法官 那这些检控的单位的人员 这些全部都是会可能 极度是会变成一个复案 那他们会提出这种东西 那他们会提出这种意见的话 就是所谓制裁 你问我制裁有没有效力呢 制裁改变不了很多现况 因为他们这帮立法的行政的官员 不理的 痴之以鼻嘛 不是不是 他不是不理 他不是不理 桑普 如果你是叶刘淑仪 你给你叶刘淑仪选 你宁愿被外国制裁 还是得罪阿爷呢 他们已经踩得很深了 他上了在拆船上了 我想大部分人的选择就是 他不宁愿下去 他不宁愿跳船 他宁愿你制裁他 他都要留在你的船上 就是这么说 他们是见到光明的一面 但是他宁愿躲在黑暗里 因为从来都是躲在黑暗里 是比较容易走向光明 这个是我去理解他们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你用共产党的招就行了 共产党的招就行了 不是给你忏悔自首这么简单 还要给你立功 如果今时今日美国有些 或者香港人要提一些建议 当然我们很悲愤 要制裁那些人 但是你制裁的话 我限定的时间 譬如有多少个月内 大家可以来自首 你自首的话就既往不咎 这样的话就好玩了 搞到里面会移动 大佬 你拖到困难 那这些东西就会 你谁想去自首 大家开始打灰了 多好玩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他们不会真的自首 但是个个人都会怀疑 对家曾育成 曾育成泰空城 是不是你去自首 这才好玩 你要玩这些猴子蟑螂 你会玩的方法 这是第一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会有旅游警示 又有撤退一些撤桥 和撤资的计划 关闭经贸版 全世界的经贸版 我想这些东西都会继续去做 还有关注宗教自由 尤其是天主教任务折朵 尤其看到那些告解都不行 你想想那些牧师 神父怎么去自处呢 就是不包括管浩明 他自己去投共 那这个第一阶段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会有 但是这些东西我不会觉得 这些东西会move到一些真正的东西 是帮外国去serve他们的利益 OK 但是可能更重要是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共和党籍的很多议员 甚至部份民主党的议员在美国 都是提案着 就是未来极有可能会废除 美国对中国所授予的最伪国待遇的 这个真的是move到很多东西 因为川普基本上他做了很多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 就是如果他当选 60%关税 是不是 中国制的 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 现在如果你是这样 就免税入美国的嘛 喂 但是要100%关税 你说川普说完之后 真的不会做 他真的会做 如果他当选 那现在看来机会比较大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也好 他当选的机会都极大 那么他的情况就是说 会征收这个关税的机会极大 换言之 他会废除了 原先给中国的最伪国待遇 还有有所谓Reciprocal对等的反制 就是你做初一我做15 你搞我多少 quota 关税 我们搞你多少 quota和关税 就是这些 你当然这样的情况 就会不断地escalate 因为你对等的话 就不断地escalate 就是等于 不讲脱欧 就要达成脱欧 脱欧断链 就不用讲了 做就行了 用这样的方式 哇 几好玩 整班华尔街集团那些 就有一次 现在你问一下 Tesla Apple 在部署中送人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计划 就是有两个最大的美国公司在 就是这两个美国公司在中国 送人 郭台铭啊 都基本上 他慢慢去回 拍回去 什麽什麽 盲加拉 巴基斯坦 什麽南亚 墨西哥去接单的 因为为什么 世界再变 而且可以变得很快 所以我想去2024年尾 尤其是2025年 就是如果川普当选 就是就职之后 整个情况会有一个seachange 这个seachange会导致到 中国对香港的拳制 短期来会更加强 但是美国会脱欧脱链对待中国 那最重要就是 解香港这个困局呢 是主要是中共要拜拜 要散 那如果中国不散 中共不拜拜的话呢 香港这个困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现在促成了用一种叫做震荡疗法 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再加上一样东西就是 美国会不会动用70年代其中一个叫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 廢除美金和港币的自由兑换 就是突然之间和你展览 你那些高官想把钱 透过香港转出去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这个东西是香港很惨的 所以未来就是说未来香港的寒冬会继续来 我经常说二十七年落法就是叫做第二位赛 就是那个头盘就是国安法 那个汤就是这个二十七年落法 主赛都没来 主赛是什么呢 这个断网 是不是封关 社会信用制度 这个严密的数位极权主义 其实未来就是可能有一天 就是大家在香港的 都要翻墙才看到我们的节目 那我希望这个日子就是会越迟越好 但是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的变化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刚刚讲的 留下来香港的人 我觉得我要向你们致敬 因为你们很多人是继续是心不死 我看到刘家宜 关振博这些支联会的人 是不是 原来很多人继续在那里奋斗着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 要去伤害在香港的香港人的初冲 或者去抹黑在香港的人 说你们全部是港珠来的 很多人去深圳 我知道有些黄丝去深圳消费 接着我看到有些人去访问过他们 和他们聊天了 发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讲出一个很好的理由 因为在香港旁边你踩大家乐大快换 说话旁边都怕被人听到你不敢说话 深圳反而你敢说话 大骂李家超、邓炳强 那些人不理你 基本上不理你 陪伴你一起闹 还有广州、东莞那些 你大骂李家超来 你不要骂习近平 你大骂李家超、邓炳强那些 没有人理你 他们想有一些小小的这一分的自由 不是那五分一的价钱 是有小小的这一分的自由 但是我觉得这个同理心去了解一下 当然这些是虚幻的 但是它起码你活在那个牢笼中 你可以怎么样 我会觉得这个我们会有同理心 我会讲很多东西 这件事怎么看 可以预示的香港不久的将来 在后23条就是一个自权于国际的香港 这个都差不多肯定是的了 就是桑普都讲了很多 那我想就是特别是外资 我想无论在economics 就是在大家的经贸啊 或者是学术啊 或者还有就是高科技啊 这些这样的东西全部在未来一段时间 几乎你是不用遇到香港的 就是你只会 我想现在都习惯了 你只是会经常看着香港政府官员出来 在那儿打飞机 但是讲的那些东西大家不知道他讲什么 讲了就不会做得到啊等等 那我想未来23条之后香港会更加就是恶劣了 因为如果你问回所有的外国的投资者 喂你问很简单 今天在这么模糊的状态里面 我都不知道做什么才可以避得开这些23条 那唯一最好的一样东西就是 跟香港的合作减到去最低的程度 无论是在经贸 无论是在学术 无论是在高科技 所有这些东西的发展 最好就是不要预香港粉 所以这个将会是未来香港的一个困境 而香港人我想不要忘记一样东西 这个今天这个选择不是香港人的选择 香港人今天为什么觉得这么无奈呢 如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我们死而无怨 但是今天是有89条港奸 是去强奸我们 然后他又去被阿爷强奸 而他被阿爷强奸 他强奸得很开心的 然后他代表着我们 然后他选择了一条自绝之路 这条路就是香港未来只有唯一可以的 就是背靠着祖国去继续吃中共的鸦片 那你刚才提过的一件事 很大的对比 3月18号 10周年的太阳花学运的纪念活动 你们有集会 那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10年前的台湾反复贸 去到今天 去到望回今天的台湾 桑普都很清楚 你记不记得这10年来台湾怎么走过来呢 只是说台北在西门丁的店铺 由当时蔡英文刚刚上台 天天在鬼杀这么吵 你赶走那些陆客 我们没了生意 我们多惨啊 到今天你问一下 你今天你身处台湾 无论哪一个角落 全部台湾人都会告诉你 你听不用啊 今天原来不吃鸦片是真的不会死的啊 还有已经戒掉了啊 你喜欢来就来 不喜欢来就算数 可有可无 OK 这个这个 这个服务 这个台湾产品去中国 可能只是占了几个percent 占整体台湾出口几个percent 台湾戒掉了 但是香港之悲哀的就是 我们比10年后 我们今天的毒瘾更加深 那我想香港人最紧要记住一件事 是这89条港奸搞成我们这样的 那你也要记多一个名字 就是那天投票的时候 疑似睡了觉 实质他可能远对抗的 素长荣 OK 那么他没有投票的 第二天如果香港有纽伦堡大审判 他二读没有举手而已 三读他们有投票的 三读他们有投票的 怎样都好 如果香港第二天有纽伦堡大审判 那别人判这89条港奸判 死刑一判处决 他可能都可以 哎 网开一面 给他终身监禁算数 无期徒刑算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有89条 港奸不是汉奸 港奸 他们不是代表我们的 记住 这一两天都有外国的传媒访问我 我不知道那些是不是境外势力 我都跟他们说 我说大哥 真的要记得一件事 所有东西你们都很清楚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 今天的23条不是香港人选的 大哥 这个议会里面的议员不是代表我们的 我们以前有三百多万人投票的 今天只剩一百万松跌左右 托这个CCP的港奸投票而已 不关我们事 我们都很无奈 所以就是 未来毫无疑问是一条很困难的路 就是跟台湾看 就是这个双城记 我们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的呢 七八十年代 就是台湾很惨 香港就好像很繁荣 到今天就反过来 台湾将会继续越来越繁荣 我们下一节都会说 就是台湾将来未来之路的 我们下一节才说 但是你看到香港就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很黯淡 大家要咬紧牙关 无论在外面也好 在里面的香港人 我们大家都是走在一起的 心念心的 这个苦难的日子 大家都是一起要共同去度过的 走了出去都不开心的 这段时间 我想我只能够 你问我这段时间 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沉重 23条的问题 这个 这个占领立法会 黄宗耀他们的案件 我们都很辛苦 每一天都很辛苦 但是怎么样 我们都要继续坚定点 顶住下去 唯有是这样 这个是要做的事 还有我记得在捷克 这个叫布拉格之春 被苏联镇压 1968年 镇压的时候 全部都是 后来那些人分析 是一个叫 parallel society 平衡时空 就是表面上是一套 实际上下面是一套 九年之后 才有哈维尔的七七欠章 你想一想 整个国家的人 整个民族被人压服 就好像香港被中国殖民 强力极权统治一样 那你压服到这样 是不是压等于服呢 没有 因为很多的书店 现在就算执一间 第一间书店 媒体 现在还有些人顶住 有很多的小的沙漠 或者小的聚会 哲学的文学的都会在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很多 都仍然很勇敢的 你说有没有人真的会变捷 又是黄边蓝 有 蓝边黄都可能有 就是什么都会有 但你问我呢 就是说整个香港 会不会折当 刚刚跟你说的八成的父母 都会说回给小孩子 就知道19年生实的故事 拒绝遗忘 这些是重要的 同时希望在香港的人 能够同情地了解 我们在海外 怎么经常都说 香港玩完了 香港沉淪了 哎 真是很麻烦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说这番说话 不是对香港人说的 这些说话 是对我们这个所在的国家说的 就是说香港很悲惨 香港和以前很不同 你对香港的政策也要不同 你对中国的政策也要不同 OK 我们的target audience是这样的 我们不会是 看香港人多一句 但是你明白香港的情况 非常悲惨 所以我希望互相有个理解 就是我们离开了的人 是 有一种我们自己的思维 狼克力的人 也都是他们的思维 互相能够量化 很简单 不是很复杂的 不要这么灰 大家都不要这么灰心 我和桑普都很喜欢历史 我想桑普都会同意我说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们看历史 就没有永远的黑暗的 那很多香港人今天都问 那怎么样 我们今天什么时候才看到他死 我告诉你 你看历史 所有的历史 大部分的历史 都是来自一个偶然 历史就会变的 如果你问回台湾人 喂 九零年 野八合活动的时候 李登辉开那些空投支票 都没有人相信他 但是他最后 他兑现到最后一张到96年 台湾就有一人一票选总统了 或者就是你在刚才你说的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喂 要捱的 捱多少年 捱到大概1991年 捱虾 OK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 都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突然间 苏共倒台 那就是 所以 都是那句 一切交给主 但是要一样东西 在这个漫长的等待里面 需要做两样东西 第一 伸出耐性 第二 要继续坚持 这两样东西都不容易 但是 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 到历史的偶然来到 都没有你的份 OK 如果你 譬如很简单 你受不了 哎呀 我都是站在大口九河君堯 他们那边 那就行了 那你去到那里 去到历史偶然来到的时候 你就陪他们一起去纽伦堡大审判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坚持是很重要的 真的是 所以 都是那句 主给了一个 整天都会给我们考验 那我在主给我们的考验里面 我们整天都肥佬 所以要记住 我们要努力的 要合格 就一定要继续努力 不要灰心 一定没有永远的黑暗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永远的黑暗 或者正如 我很记得 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说过 民主从来没有战败过给这个极权 OK 过程里面很辛苦 但是最后都是民主胜利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 不要灰心 就是 目前是有些 有些 有些黑暗 但是不会有永远的黑暗 OK 是啊 很同意 希望这个前国务卿 未来都会继续成为国务卿 好了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 那回来第二节 我们都会讲一个话题 可能都会涉及到说说说说台湾有多有希望 那就 我们休息一会 回到杰斯频道 的新桑海神就继续讲下第二节话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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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орita